同样是三星多的价位 红米K60 Pro和iPhone 12 Pro到底应该怎么选 刚刚发布的红米K60 Pro 作为华翔美的数码博主小杨 也是第一时间上手的这台机器 要说它和3399的iPhone 12 Pro去对比的话 上手的第一感觉 K60 Pro的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面面做了这种弧度的处理 握在手里面也是正正合适 但是要说这个亮面玻璃的质感 相比我的这个12 Pro的话 感觉还是差的那么一丢丢 就质感而言 12 Pro的话完胜K60 Pro 新的方面实测游戏王者 极致画质者的情况下 两者都能完美运行 20分钟的时间 红米K60 Pro掉点6% 而12 Pro的话掉点9% 在续航上面确实 红米的话要更胜一筹 但是在系统流畅度方面 只能说苹果还是你大业 20的应用打开测试当中 苹果以96秒的成绩 碾压了红米137秒 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卡顿 红米在打开第12个应用的时候 发生了明显的卡顿现象 要知道12 Pro已经发布了两年了 仍然保持了一个高度的流畅 尤其可见 真的新的不一定比旧的好 当然保值率的话 同样也是凭我的一大刹说减 三层级的12 Pro 使用半年之后 仍可以接近卖到3000块 而3299的红米K20 用到半年之后 参考往年的K50 K40的机型的价格 至少要折价1300以上 所以综合价格 质感性能 流畅度和保值率 多个维度 应该选谁 不用我多说了吧 好